安主阳最近发了一篇文章 结果引起一些雅裔 特别是ABC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一些反弹 看到我现在屏幕上放了这个 这就是他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个文章 他标题叫我们雅裔的美国人不是病毒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治愈的这个解药 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我们今天同时在线的 Tony Albert和George 你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除了反弹反对他的以外 也有一些赞成的声音吧 赞成的声音可能来自于第一代移民 可能多过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代了 华尔已经在这边从建铁路的时候开始了 日一和寒一也是一样的 他们觉得我在这里出生 这当然是我的国家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做的比别人多 我才能当美国人 在第一代的可能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国家对我这么好 我来这边是人家国家前辈的人建造的国家 我在这边享受了 也许觉得说 那我也许应该做的比别人更好一点 也许有一点这个的想法在里面 那日一尤其是受到歧视 二次大战的时候送进集中营的歧视特别强烈 所以他们的反弹可能更强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我明明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为什么你要跟我说我要做的比别人做得多 才能够做到一样的好 才能够被接受 到底亚裔来美国的时间比较短 而且很多人在美国除非住在东西海岸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什么亚裔 他们就觉得你都是移民 因为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电影上都是这么说的 新闻里也是这么说的 他不会说 曾照新闻照说 亚裔在100年前对这里有什么贡献 都是说中国现在怎么样 韩国现在怎么样 日本现在怎么样 所以永远觉得你是外国人 然后他文章的一开始 他就提到了一个场景 他说他在纽约 好像他要出去购物 对吧 他购买一些日常的grocery的东西 然后他和他太太和孩子一起去的 结果他在门口的时候 有一个白人好像穿着 还松松垮垮的 我记一次他形容的 就是瞪了他一眼 然后他就说 这个事情让他多多想起来 自己亚裔的身份了 但是他后来提到 就是我一个连总统竞选 我都转过的人 我这么多年好像他觉得说 很少有被想起来这个问题 他说可能只是在竞选的路上 有一次有一个小孩 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叫了他个chink chink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是那么有冒犯性 这个我觉得就是用久了 一般都是在这种贬义的情况去使用 就好像有一个字 另外一个叫oriental 就是也是同样的 它本身这个字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贬义 但是实在一般在使用的过程中 都是一个贬义的来使用的 使用久了就有了 就带上这样的一个奇事的色彩 我想chink是自身有一种奇事的意思在里头 像叫黑人negro一样的意思 本来是negro并不是negro 它就是偏向于贬义了 就是说把你看不起你的意思 chink有带这个的意思 那就是对叫中国老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国老 其实可能比中国老还要负面一点 前一段时间 安主阳还在竞选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好像是深夜秀 还是一个谈话节目里头 有一个人就用过这个词 对吧 在他的comedy里头用了一下 当时安主阳还等于说 很多人说他这么说 你没有什么想法吗 安主阳还说了一个意思是 你看我不想让他失去工作 这篇文章对我来讲 是没有什么tidal off 基本上是赞同安主阳的说法的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不应该把日本的 集中营拉过来对比 这个是有一点冒犯的 但整体上讲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已经到了美国 对吧 你就是说你要融入社区 然后对社区做一些反馈 做一些贡献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就在做的事情 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就是捐赠 然后把那个口罩 就是捐赠给各种需要的医疗机构 其实就是跟安主阳讲的那个主旨 其实是一回事情 从ABC和这个亚裔的社区里头来的主要的 其实争议点是那个词叫Americanness 他讲的是我们亚裔的美国人 需要去拥抱和展示我们的Americanness 然后以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in ways we never have before 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 Americanness其实上就是很individualistic的 对吧 你该做什么就做 就翻译一下 强调个人主力 我并不觉得安主阳代表我讲话 他讲了他讲的对 他是他的一个opinion 很多那个低代的移民来讲的话 因为还有一个母国的那个关联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觉得就是说 Americanness有什么特别offensive的含义 至少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的背景里头基本上是1.5代 我既不是一代也不算是二代 大概是中间的那一代 所以我的看法里头可能稍微带了一点 一代和二代的这个混合在一起的看法 我们华人来到美国 我们总觉得美国给我们这么好的土壤 让我们能够成功 而且是别人建造的美国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可能觉得 本来我们也是不一样的人种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 其实我们要做更多的来证明 我们是真正的美国人 二代三代说 我的祖宗来这边建铁路 已经八代在这里了 我们当年建了铁路 也没人说我们是华人 从前给美国打仗 给做美国建设美国 我们多少的工程师建设了美国 所有的东西 现在的IT产业里头 多少的华人 怎么还要我们来证实 我们是美国人 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功劳已经够了 Andrew Yang讲的像你刚才说的 说要do it never like never before 这个东西尤其对二三代 特别的觉得offensive 因为他觉得怎么叫never before 我们在这里这么多代 每一代都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还never before 还要做得更好 是不是 这用词可能差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他的成长的过程 可能跟很多二代的华人 尤其是进入这个 civil rights一个部分的华人 因为他自己没有经过过这一个过程 您是说参加过民权运动的那帮人吗 是是是民权运动的 那这些骂他的人多半都是这群的 对吧 我在民权运动里头倒也混了很久了 这群人我基本上都认识 他们怎么反应 我也很非常的理解 因为他们是觉得你只要碰我一下 这个跟黑人当年的想法是一样的 现在也是一样的 你敢在你不是黑人的话 你敢在电视上做一个那个试试看 马上就做个工作 刘太人也是一样 你要碰他一下 马上就做个工作 所以他们的看法是说 我们要照犹太人黑人样一样去抗争 我们要增到我们自己的权利 安德鲁·杨成长的地方 是一个up middle class的家庭 父母都是高学历 高薪的这一族 虽然不是说美国顶尖的那一层 但是他的生活 我想是相当的充足富裕的 但是他的看法可能不是说 马上反击 马上要自人于死地的反击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不光是我们要在这里贡献给美国什么东西 比如说在这一次这个疫情的时候 捐赠一些口罩 我们必须要融入美国社会 不是说给他们什么东西 或者好像施舍一样 融入美国的社会意思是 并肩做事 你喜欢家长会PTA也好 你喜欢去教会也好 你喜欢去rotary fluencer也好 你会去商会 changer commerce也好 但是让人家看到你跟他们一起做事情 因为其实你不管看脸上颜色怎么样 文化背景怎么样 我们的想法90%以上都是相同的 其实每个人要的什么 要一个环境 安全的环境 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要街上没有太多的洞 每个车子不会跑过去蹦蹦蹦地跳 需要社区里头没有太多犯罪 需要有好的医疗照顾 需要我们能够在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里头成功 这种东西在任何种族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反对这一点的 现在华人多了 我们可以在华人社会里头生存 完全不跟别人接触 什么都有 你去银行会讲英文 你去看医生会讲中文 没错 去银行会讲中文 中文超市有中国超市 参观有中国参观 华盛顿邮报 他不光是登了Andrew Yang这个文章 他也登了一些批评他的 其他的一些评论文章 他的标题叫 Andrew Yang错了 表现我们的美国化的 Americanness 并不能让我们压抑地去阻止种族主义 就在美国本身的话 他这个Americanness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一部分这些民权运动的 那个人他看什么东西 都是一个抗争的一个方式去看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抗争 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抗争 你就可以说是 等于是容忍这种 或者怎么样 好像刚才讲到这个Andrew Yang 完全给一点原谅 有些时候 从有些时候 在第一次见到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从一个比较善意的 去解释他的一些行动 我觉得是OK的 不要每一次有人对你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有两个解释 可以一个解释是他其实我 另外一个解释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跟我不熟 或者是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要就英文叫做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他第一次这样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可能这是一个误解 当然他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对我们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写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一段 就是我们是应该多做一点 你可以多做一点 也应该至少应该做吧 对吧 但是他最后落脚点 我觉得反倒是非常的悲观 因为他讲的是说等于说无解 这个事情无解 就是我们无论怎么样去变得看起来很美国的话 其实他作为一个二代三代来讲 他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 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的吗 人家做什么事情我们很难去控制 但是我们怎么去反应 可以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住 永远都有一些比较是racist 哪和哪一都存在 对不对 我觉得讲回来刚才americanness 我还没讲完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种的americanness 帮助这种volunteerism 当然是一种americanness 另外一种就是对政府的一些criticism 就是说我觉得政府做的不对 或者说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这些也是一种americanness 我们有别的选择 我们有宪法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对政府的一种质疑 这种健康的质疑 也是一种americanness 就拿Andrea来讲 他去选总统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progress 你想想已经20年前有可能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其实刚才George讲了一件 启发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说americanness 它是非常内涵丰富的 对吧 其实就是说这些二代的 他去反对一个观点 这个其实也很americanness 我觉得对不对 就是说我甚至觉得说 我们华人如果说真的像Andrea 说的我们应该更美国化的话 即使是一代或者二代 三代一代五代 whatever 其实应该是求同存异的 这个americanness 我恰恰觉得说我们这个社区 防网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谈 对吧 一谈就爆了 就是OK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来往了 你要么就是极左 然后你就被对面 label 成极右 但其实american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说它是始终是有一个反方存在的 我觉得在公共生活里头 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一样的 我看王一星的文章里头也提到 就是说他们这个下一代的 他们是真正认为racism就是evil 我们在微信上的这帮华人 还是有很多 其实我们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 种族主义者 我们看其他主义本身就是带着 极大的偏见 甚至觉得自己有智力优越感 什么的 对吧 下一代在这边受教育 在这边受教育 在这个civil rights 民权运动以后 六七年以后 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 种族主义就是被打到18层地域 从任何牵涉到种族歧视的视频 百分之百的不对 没有任何的讨论余地 那么从国外来的人 我们华人我们自己应该也知道 我们对黑人的歧视 可能绝对不少于白人 可能还更多 我们对于其他种族 要说对别的种族 我们对日本人 韩国人的歧视 我们的亚洲人 我们在中国里头 某个地区的人 对其他地区的人的歧视 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地域歧视 多得不得了 这个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心里头 对种族歧视这件事情 是稍微有一点能够接受的感觉 别人歧视我不行 我歧视别人OK 对对对 别通了 所以这个东西自己要考考清楚 那在这里头 我文章里头还讲了一件事 就是unconscious bias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学的 这么大年纪才学到 我觉得已经太晚了 应该老早就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人比较笨一点 常常观察不到别的东西 下意识是这种反应 在我们的人体的脑子里头 这个frontal lobe 脑子前这地方 有一个很快的反应 因为我们要survive 我们要生存 原始的时候 我们见到狮子在那赶快跑 OK 你不会去想 狮子是不是要吃我 是不是要再来观察 马上就跑 直觉反应 这个反应 在是我们生活里头学会的 那也有人说 有一些的部分 其实是这个基因里头 继承下来的 有些是学会的 比如说你看到蜘蛛 蛇什么东西 照说嘛 你也没什么道理 怕它吧 它在那边对你有多少威胁 那个棍子一打就完了 可是见到就大叫 就害怕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program 在你脑子里 hardware 但是你如果坐下来想一下的话 你跑成那蛇 离我还那么远 这我有什么威胁 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慢慢地观察一下 它过来再说吧 是吧 可是不行 我们就有反应 这个种族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在都知道 我自己也会 我自己也承认 我在街上 如果在黑的街道 在欧克兰等等 不好的地区 碰到对面一个高大的黑人 走过来的话 我会这样子走过一点 避免它一下 虽然我不会说掉头就跑 但是我会注意着 这个是一个 immediate reaction 这个并不是我的怎么过错 或者什么 并不是说一定对它怎么歧视 而是生活的一个反应 但是我们要overcome这个的时候 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要稍微停下来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真确的 是真的 其实老实说 这个反对援助 样这个也有一点这个 sudden reaction的意思 就是说我的生活里头 任何种族 其实的事情不可以容忍 马上看到就反了 还没有再去想一想 我安助 样其实他的生活里头 也许他跟我经历不一样 跟他谈谈吧 他到底是亚裔的代表 对吧 他也是非常出色 非常有能力 可以说我们今天亚裔的 false person 代表代言人一样的 我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曝光率 我们在文化上体育上 我不承认他是代表亚裔的代言人 我觉得他代言人了 这个americanness 其中一个就是你代表你的 我代表我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别人的话 如果你是比较逗争性的 就是说我就要有任何的 其实我就马上反正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现在任何的人 有一件事情发生 关于亚裔的事情发生 第一个找的谁 就是找安助一样 你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找的就是他 CNN上头是他在讲话 怎么不找伊林敲呢 不是你跟我在讲话 OK 到底他代不代表我们 我越不觉得他代表我 我的反应就越低 反正他讲的话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意见 很多人觉得他代表 你全部亚裔的 他们的反应会更大 因为如果你觉得他代表你 但是他讲的话跟你不一样 那你的反应就更大了 我觉得他代表是他自己 所以他讲的话跟我不一样 OK 我们的社区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 说华裔的社区里头 是铁板一块 就说我们必须得把他们弄过来 他们弄不过来 就是我们敌人 我恰恰觉得 我们应该保持百花齐放 至少两派均衡一点 其实对我们来讲并不是坏事 以前总有人说 我们就要成为swing vote 所以说都要百分之九十一百 都要投一样的票 那个其实我觉得 恰恰不是很American 然后其实也会使我们这个群体 融入美国 反而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我刚刚我是同意较集的 至少我知道就是 Andre Young的UBI 很多华人是反对的 所以用Andre Young来代表全体华人可能也不算太妥当 像这样的 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就是这样批斗Andre Young这个文章 那我感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点像红卫兵批斗 总之派一样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你一言不合 你就是一个反革命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可能也不太妥当 从Americanness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包容 你应该容忍一些不同的意见 就是你不能Andre Young讲了这一句话 Andre Young就变成resist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Andre Young来湾区的时候 他曾经和Joe Wang就是叫黄熙 对吧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 黄熙最近对他的批判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给大家屏幕上看的 这个话已经有点点攻击了 他说自从UBI以后 好像他没有什么任何其他值得去关注的想法 其实就是说除了UBI以外 Andre Young的其他所有的policy人家都提过 这话完全不对 Andre Young的UBI的源头是humanity first 不是UBI 是用human来value东西 而不是用钱来value东西 这是他的underpinning 最底下的理论哲学 我们不想讲到UBI这个事情 从Joe Wang的角度来讲 Joe Wang还有一个推特是说 I'm done with him 就是说等于是他讲了这个话以后 我就跟他已经 Joe Wang的立场 我们知道都是比较左的 当年他们应该是Andre Young的一个基本盘 Joe Wang的这句话我是同意的 其实你看Andre Young的policy 除了UBI以外 其他的policy都是别人都已经说过的 世界历史几千年 哪有一个东西 现在还是原创的 没这种事 Joe Wang说这句话 他只是为了表达 就是我跟他I'm done 就是我要跟他分割了 我完全不能同意他 我发现他是个这样的人很失望 他是这样的一个 我这个就是说比较难以理解的 这就等于一言不合 你就是一个反革命 是 听上去就是这么回事 美国有个话叫Purity test 就是那种纯洁的测试 表决心是吧 就是Purity test的话 如果你跟我们整个党的党纲 有一个东西不合 我们就把你踢出去了 这个有点那个味道 一个Purity test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安主杨是真心诚意 他在想解决问题 他那个文章一开始也写了 就是说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要追求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所以他提到就是说 我不认为说 请你不要再对我种族歧视 这样的一个呼吁是有效的 所以他是一个 就像王一生文章里讲的 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 他绝对不是个经典的左派 比如说这么一说就给人打了 对不对 他也不是经典的右派 他都不是 他是绝对是个practical pragmatism 就英文叫pragmatism 一切以这个实事求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同时他也赞成以这种主要以数据跟证据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我们华人最长的最高的优点其实就是这一点 我们比较不会太emotional 我现在也难说了 这个能够大家打得不可开交 也你说左派label人 我看右派label的何必左派还要读在微信上头 至少我就被人label的不晓得多好吃 包括这里的人 在里面 purity test里都很多了 在中国人华人的微信圈里头 什么affirmative action 什么亚裔细分这种无聊的问题 都拿来做purity test 简直是在我这种中间的人看见 这抽筹的莫名其妙 我知道这边的人可能大概也就基本上同意我 因为你们有理性的人 但对其他的人 我就不晓得collect data怎么会成为一个罪过 怎么用data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anyway 所以这个东西左右是一样的 Joe Wang我想太emotional了 那次interview以后他也是这么骂的 Andrew后来又好了 现在又骂了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周王自己也自己在他的一个 虽然不是很popular的YouTube频道里头 也提过一个事情 他说他上台去LA表演 因为他是脱口stand up的commedian 然后他听到就是有其他的commedian 在台上就是用那个chink来refer中国人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他当时在后台就有点点hold不住 他本来就想着说 我下来我就要当面跟他对峙 后来他觉得害怕自己控制不了情绪 然后他就回家了 后来他录了一段视频 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怎么样 他把他自己的愤怒表达了一下 我是觉得说挺可惜的 就是我认为他像他从事这种行业 其实是我们这个族群特别特别需要的 就是像刚才Albert讲的 是应该在不同的领域里头 我想办法去至少去展示自己 我觉得周旺很大的贡献 当年他在白宫晚宴上 那个脱口秀确实表演的很好的 我们自己人看的也觉得很过瘾 然后当时其他人反应也很好 但这个有一点点过于不宽容的话 我是觉得挺可惜的 两个本来可以work together的人 周旺跟那个安主阳的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安主阳他还是一个politician 他是要选票的一个 他以后可能也要来拿选票的一个人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应该去很大的一个反应 去把变成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 周旺不一样 周旺他做一个commedian 他可以嘲笑 他可以很无情地去嘲讽这些人 这是他可以做的事情 对 但是我是希望他用他的笑话来去反击了 就是说如果说另外一个commedian 在台上用这样的话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更巧妙的方法 然后去刺伤他呢 如果他可以用一个更好的笑话 比如说那个人讲了一个笑话 你觉得他的笑话很not appropriate 那你上去你就应该用你的笑话 把这个人无情地嘲笑一番 在美国的话 有些时候被嘲笑是最大的一个 是最坏的一个情况 被骂反而没无所谓 骂就骂嘛 我和一个黑人朋友住了三年 在medical school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medical school的学生 现在也是个医生 后来还去念了law school 同时他也受到很多歧视 他住的是个upper middle class neighborhood 因为他是医生 他的老婆是个牧师 住在一个白人区 在派斯坦的旁边叫Morovia 他说我住那里的时候 我也不能开好车 我开好车的话警察会staff 因为他觉得你是个drug dealer 或者some kind of criminal 你也不能开太烂的车 太烂的车 你就觉得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不属于这个地方 也一样的把你拦下来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法理解的东西 同时呢 警察一出来 那时候我们你知道我们医生 有这个percussion hammer 就是打你敲你这个膝盖 让你反应的那个东西 对反弹的那个测试 嗯小锤子 都是尖尖的亮亮的那个对吧 因为我们是拿跨脚的让你脚的反应 他就往腰上插一个 我说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 他说对啊 我不能插这个 万一警察看到说臂一枪就打过来了 ok这个东西你我可以带 他不能带 这种生活经历都是我们没有的 那为什么黑人有这个 他们有这个很多的反弹 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 那都是生活经验造成的 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移民 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形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 可以一方面对安卓一样稍微一点包容 因为他确实是我们这里头 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闪亮的星星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代表我们的成功 我也同意George说的 要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观点一起上去 等现在他是在那里 还没有看到别的人走到他这个level 不要对他太过分的苛刻 所以我对我的这些civil rights的朋友们 也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很久了 所以我看得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说你稍微hold back一点 你要想他对我们的community the value在哪里 他说这个话 他不懂的话 你跟他聊一下 我记得上次不是吗 他在比辈上说 I'm Asian so I know a lot of doctors 不是一大嘴 这个也是宣伞大波的 我觉得挺聪明的 我喜欢他用这种 就是叫什么stereotype 反过来用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恰恰是应该 救王去用的一些办法 为什么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个节目 当然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 不如说大家理性的 想办法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多想一些 多走一里路 然后去公开的 很诚恳的谈论 这些不一样看法的事情 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创立的一个初衷 对不对 我也同时再次回到我的那个观点 我觉得Americanness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 We agree to disagree 对吧 我们就恰恰认为 觉得说和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人 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我们有好处的 感谢所有的观点 感谢观看